Action 哈囉大家好 我是齊德 今天是齊德講現成的第38集了 今天比較特別一點 今天來跟風 我在Youtube最近看到很多頻道主 都做跟他們專業相關的 大學指考的題目 那跟我比較相關的就是生物科目啦 想當初我在 大概11年的時候 生物大概考了80幾分 算是頂標 今天要頂進標了呢 那我就來今天看一下 我過了11年之後 在這裡面可以拿到幾分吧 以及把它裡面有跟健身領域的題目 抓出來看看 看有沒有哪些內容可以介紹給大家的 他的選擇題是 76分 所以我只做選擇題的部分 那麼我們就大概 他考試時間80分鐘 我們就計時一小時好了 計時一小時 我們就 計時一小時 開始囉 就好了 我們就要學習一下 看會把您的想法 生物 我要的想法 的芋生物 到底是一個 如果有任何回事 這骨頭 它在外面做人 其實是很有媒體 好,來,這個答案囉! 各位喜歡了,大家都有時間 誒,有看到 花了40分 花了40分鐘 所以總共得了31.6分,哇,也太慘了吧 但是裡面如果有涉及到運動的話,是還答對了 裡面有幾題跟運動蠻有相關的 比如說以糖尿病來講 就是第五題,弱人類的Beta細胞 就是Beta細胞被破壞 那Beta細胞它主要是分明胰島素的 所以它有可能會導致你的糖尿病 也就是血液,尿液中的葡萄糖濃度增高 然後 對於運動的還有 第六題,就是AC所交的體循環 腹膠感神經可以作用在幾處 沒錯,以降低心活速率 然後 還有 第十一題 下列有關運動 肌肉運動的敘述 何則正確 運動時需要用到平滑肌 可以隨大腦意識運動 那平滑肌它就像血液裡面的平滑肌 它是不隨意肌 因為它不可以透過意識所運動 在運動過程當中我們主要是透過 隨意肌,就是骨頭的骨骼肌 所以A就錯了 那運動時大腦意識透過神經傳導 來控制肌肉去收縮 這個是沒有錯的 然後適度運動 代表可能中低強度 肌肉食盈有氧呼吸 這個可以 先經過客室情況 應該是先經過糖解作用 去分解不到糖 然後再經過有氧糖解 去做客室循環 第四個 過度訓練的時候 應該在指的是高強度 細胞會行酒精發酵 我記得只有酵母菌才可以行酒精發酵 毒刀糖代謝成乳酸 這個叫做無氧糖解 然後我覺得在第十六題 十七題這個題組 我在AC上課的時候也會提到 動脈和靜脈它們不太一樣 那靜脈假到以往回流的時候 代表 乙那個地方一定有一個靜脈痘 就是血液回流 這是靜脈痘 也就是靜脈的半個 所以在十六題 答案應該會是豬 第十七題的話 假到乙那個滑 所以血液一定是從 假到乙那邊流動啊 沒有錯 然後第二十題 下列有關細胞呼吸的 許祖克的正確 在油氧的情況下 葡萄糖直接進入立腺體 葡萄糖要變成 丙銅酸變成 以吸腐酶A進入立腺體 進行氧化反應 所以A是錯的 B 在缺氧的情況下 細胞呼吸反應 先在細胞子中進行 之後 才在立腺體中進行 那無氧它不會進到立腺體 因為立腺體 一定要走有氧 C選項 這個 可以沒有問題 無論有氧或缺氧 在細胞子進行的反應 所得能量都比立腺體 還要更少一點 無氧 所來的能量不多 所以我們不能持續太久 的高強度運動 所以20題答案是C 嗯 好啦 所以整體做起來 感覺好懷念喔 因為好多都忘記了 在這76分裡面 拿到31.6分 如果把它擴大成 100分的話 除以76 乘以100 所以是41.57分 哈哈 這應該要有前標了吧 還是軍標 好吧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 分享訂閱 不要忘記每個禮拜二 禮拜五的晚上八點鐘 奇德講健身 我是奇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